近期北京国际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 中国青年电影人的身影可以说是格外闪耀 担任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委的朱一龙更是备受关注 这两天呢 朱一龙也是接受了我们总台的专访 我们来看一看他在担任天坛奖的评委过程当中 有着哪些新的发现和感想 这次很开心的是我们中国几部电影 就是很多国外的评委 然后大家看完了之后都一直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最终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对于剧本 然后整体的节奏 然后这回主席会比较关注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他希望你虽然有好的摄影 你有好的整个镜头语言 有好的演员 但是你整个电影所表达的内核 能不能承载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时长 和一个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这样的整个制作 然后这次会在选片当中 可能会着重它的可看性 与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然后这次整个获奖的影片 然后它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它兼具商业性 并且它有它的一定的艺术表达 然后它是一个可看性非常强的电影 然后这次电影有大量的关注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然后很多都是从小人物出发 然后特别是像我们这次几部国产电影 它有中国式家庭 然后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节气 中国人怎么去面对节日和家人之间的互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都会有一些非常温暖 然后非常能治愈任心的一些电影和表达 这次其实它不光是现实主义题材 其实这个现在是主流 大家都是以这种题材为背景 喜欢去创作关于这样的艺术电影 除了现实主义题材之外 它有一些形式感比较强一点的电影 所以这回电影就说选片 就是我觉得它的视野和它的整个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因为以前更多是跟作品一起来 然后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 有时候是参赛 有时候是参展 对这一次是以评委的身份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 我觉得它是一个突然间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视角 然后这一次参与的也更深入一些 然后对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了解会比以往维度更宽一些 非常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邀请 然后我非常享受整个整个在看片的过程 然后能有这个机会跟全世界那么好的电影人一起去探讨电影 然后去聊关于电影很多的方面的一些想法和问题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 我觉得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一次深入了解之后 我觉得办得非常的好 然后它非常的专业 然后有包容性和国际性 从选片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多样性的 然后是有国际视野的 然后这一次还有我办了很多很专业的讲座 还有一些大师班 然后有很多好的电影人来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 和一些自己的对电影的理解和创作理念 其实我这一次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一次很多国外的电影人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来了之后 他其实一是在看电影 二是其实在寻求一种合作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可能未来会出现 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出现一些和牌片的一些出现 一些不同的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这是以后我就一定会看到的事情